说起近些年大火的导演 那吴京肯定是榜上有名的 他导演并出演的《战狼》系列 真的是火得一塌糊涂呀 但是在此之前 吴京只是一位默默无闻的演员 因为从小习武的原因 他的眼神里总是透着一股坚毅 从而接的很多武打的角色 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得不说当时的吴京 也是有小鲜肉的潜力的 白皙的皮肤清秀的五官 在剧中也是白衣飘飘 一副武打小声的形象 也是吸引了很多人 当然这也包括谢南 我那时候喜欢的不行 我跟我爸天天就跟疯了一样 大家都知道谢南是一位优秀的主持人 曾经还是光线传媒的主持一姐 这样看来 谢南在当时的主持功力 也是十分了得呀 当然也就是因为吴京 上过谢南主持的节目 两人才结下了不解之缘 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在上节目的时候 吴京就已经瞄上了谢南 在节目的录制期间 更是大胆问谢南 这句话问的谢南都不好意思了 第一次在节目当中 遭遇这种有点像相亲的问题 很奇怪 当然也是因为这个节目 两人互生好感 但是要说起他们在一起的方式 真的让大家啼笑皆非啊 大家都知道吴京是一位钢铁直男 在追求谢南的时候 竟然没有任何开场白 直接开问 你能送我女朋友吗 我这么直接 这个植入主题的方式 真的是没谁了呀 当然谢南接下来的回答 也是够奇特的 你等一下 我去问一下我爸 我给我爸发了个消息 于是当谢爸爸同意两人谈恋爱之后 他们这才开始交往 并一直到结婚生子 这个剧情 着实和想象中的不一样呀 在幸福三重奏这档综艺中 大家也是看到了 两人的相处模式 实在是有趣呀 网友们也纷纷被这种 真实的相处模式圈粉 当然两人在互相吐槽的同时 也可以看出 吴京真的很爱谢南 怎么这么贤惠 我不贤惠怎么办 我错你 在之前谢南的采访中 他也是甜蜜透露 吴京在得知谢南 要拍吻戏时的吃醋表现 像王子范儿那种站在外面 对好像你说 还没拍是吧 来 真的看不出来 吴京竟然还有这一面呀 实在是太可爱了 当然爱是相互的 在吴京之前的事业方面 谢南真的是鼎力相助啊 大家都知道 吴京是后来转型做导演的 当时由于资金不足 便亲自上场摸爬滚打 真的是没在怕的 当然作为贤内助的谢南 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金钱方面 都是给予了吴京莫大的支持 为此还把自己的房子做了抵押 并称如果失败了 我愿意养你 可能就是因为这句话 吴京才敢那么无谓的往前闯吧 这样看来吴京的成功部长应该有谢南的名字 如今的吴京在事业上真的是如日中天啊 无论是自己当导演还是主演的电影 环队都十分的优良 这不 在攀登者这部电影中 他与胡歌张义三人 贡献出了不足的演技 当然自下李三远的关系也是非常的好 胡歌大家都知道是一位实力派演员 性格也是非常的搞怪 在这部电影的发布会上 两人的表现真的是搞笑十足呀 喂 我是胡歌 我是胡歌的 那个吴京正在接受采访 吴京是我的 只能说 胡歌也太搞笑了吧 好了 本期的内容到这儿就结束了 欢迎留言评论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